此时张安平就在这黑漆漆的路上 他看到一个人 个子很高 但动作敏捷的就像是一个幽灵 腰间虎虎的 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煞气 此时张安平进退二难 只能装作没注意的母怨 低头想赶着驢车继续走 可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来什么 那毛驴死活不走了 这卷驢子难道也会害怕 那人从张安平身边走过去 甚至还扭头看了他一眼 张安平紧闭着嘴唇 什么话也没说 等到那人走后 这条借毛驴才随着张安平去了王二家里 明天把那些做好的铁盒子都送到城里去 并且给了那个小院的地址 让他去了直接找王大志就好 以后让他做好的货都送进城 王二很高兴 告诉张安平这二天做了三四百个 算下来钱又不够了 张安平也没多说 拽给王二五十块钱 把他乐呵的不行 马上答应加班加点多做一些铁盒子 甚至为了不耽误自己干活 他自己去采购那些铁丝 只要张安平给钱利索 什么事情都不用他管 张安平点点头 王二哥 你最近在村里 看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陌生人 特殊陌生人 没有呀 最多也就有些人来找张全 你也知道 张全兄弟两人朋友不 你呀 上次打了人家 可要小心一点 其实他是真关心张安平 他要是出事了 自己该找谁要供钱去 张安平笑笑也就没说什么 心底确在琢磨 今天晚上自己碰到这人 是不是张全找来的 要真是他找来的 那可他加倍小心才是 今天我又买了不少肉 你有空就多包一些饺子 送一点到爸妈家里 剩下你们当早饭吃 小宝太瘦了 要把他的伙食调理好 爸爸真好 我明天还要吃饺子 饺子好吃吗 慢点 别烫着掖着了 这一刻看着小宝 那狼吞虎咽的模样 张安平就觉得很欣慰 自己努力挣钱 不就是让小宝想吃就吃 活得好一点了 这点钱你拿着零花 我手里钱还有不少 小宝下半年学费也够了 真是个傻女人 给钱你就拿着 用不完就攒着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带你进城买衣服去 赵灵云看着张安平非常坚持 一头嗡了一声 把那一百块给收了起来 顺手把桌子上一盘辣椒炒肉 往张安平这边推了一下 张安平天天忙得人影子都看不到 这不让他吃点昏腥 怕是他身体也扛不住 张安平赶紧夹了一块子 放到宋灵云的碗里 最近别随便出门 在家带孩子 村里不是很太平 那张全不是好东西 等吃完饭 天已经不早了 张安平收拾一下 白天找灵云在家做的抓龙虾的笼 然后挑起二个桶 准备去找父母 他打算今晚上 就让父亲和弟弟跟着他一起 在这村里抓小龙虾 只是张安平刚出门不久 就感觉身后似乎有什么声音 这让他想起 今晚上碰到那个人 说